阿彌陀佛 四位同修 大家上午好 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 請放掌 今天報紙報的這個桃園地區 疫情也是很嚴重 所以政府也呼籲沒有事情 就盡量不去桃園這個地方 我們華藏桃園道德講堂 也暫停一些 講經講學念佛共修的活動 配合政府這些防疫措施 在去年一年 如果農曆還是今年 現在還是庚子年 在西元 這個是2021年 在過去一年當中 新冠狀病毒疫情的感染 是全球性的 去年在台灣這個地區 防疫措施 還有大家的配合 這個疫情 降到最低 那麼世界上也很散歎 這個台灣防疫 做得不錯 就是這個疫情 比較輕微了 但是 我們讀了感應篇 中國傳統化 這些聖賢的典籍 地址歸 情書制藥 佛經 這些經典 有一句很重要的提示 就是不可以交慢 我們 這個防疫做得好 疫情比較輕微 我們也不能得意 就疏忽了 特別 這個上面 也不能有 雙重的標準 所以今年這個疫情 的一個 升高 在台灣地區 疫情的升高 這個問題 還是出在於 這個政策上 有雙重標準 那麼對人 你有雙重標準 但是那個病毒 它沒有雙重標準 所以去年 我們也看到一些 歷史的借鑒 這個歐美方面 剛剛武漢開始 爆發這個 疫情的時候 疫情的時候 那麼這個 我們看到啊 歐洲 美國啊 都是以歧視的眼光 在看亞洲 甚至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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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漫畫來 這個 詞毀 來 嘲笑 那去年的報紙我們都看過 那麼認為啊 東亞病夫 那就是病毒啊 亞洲人 才會被感染 那 歐美的人啊 他們不會被這個病毒感染 那正當這個 你看啊 在笑話人家 這種 傳染病 這個基本上心態就不對了 我們看到 不要說中國 如是道 三教的經典 那就是西方國家呢 這些基督教 天主教 伊斯蘭教 這些經典 也沒有一個 宗教的聖人啊 看到人家那個 有災難啊 他還在 沒有同情心 還在笑話 還在寫那個漫畫來 績笑人 侮辱人 那這個 基本這個心態就不對了 所以感應篇講的 記句啊 我們去對照一下 你看啊 沒多久啊 就變成歐美啊 是疫情最嚴重的 那應該啊 在大陸上是最嚴重的 人又多又密集 那怎麼變成歐美最嚴重 而且美國是 第一嚴重的 這個告訴我們什麼 就是感應篇講的 所以 你那個起心動念不善 所以感應啊 凶神 感應這些凶神 所以這個瘟疫 所以 美國 還是有一些 比較理智的人 那麼顯得心的 對 拜登政府 會改善一些 但是啊 我們話說回來啊 如同 湯恩比教授講的 二十一世紀啊 如果不提倡 學習中國恐夢學說 跟大聖佛法 這個世界 社會上的秩序啊 無法恢復正常 還是會一直亂下去 那麼現在的政治啊 都是沒有抓住根本 都是在枝末上 枝末的政策上 沒有物本 根本沒有抓到 所以東面犧牲了 治標不治本 無法達到長治久安 所以湯恩比教授 講的這句話呢 我們現在呢 越看 越佩服他呢 這個 話呢 不是中國人講的 中國人都還講不出來 一個英國人講的 我們現在呢 我們敬老和尚 也真的 響應啊 他的呼籲啊 提倡中國傳統法 特別現在 情書制藥 這個我們老和尚啊 在聯合國教科恩組織 最優先推出的一步 所以這個不但救中國啊 救世界啊 那麼我們啊 以救世界為懷 這個不是只有救中國 現在我們就是要救世界 所以我們 大家在這裡工作 有這個義務跟使命 我們要救世界 從我們這裡做起 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這裡 祝大家福慧增長 法喜充滿 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